愛轉角遇見了誰 遇見了誰呢 台股轉角上萬六 對 因為我們福利社獨家再次命中 欸 美國CPI通膨真的降了 降到6% 會不會上萬六我們再解析清楚一點 第二個 全GPT升級版來了 哇 新的AI股再攻一波 另外 為何外資款賣最紅的高股息 ETF00878呢 歡迎光臨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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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可可 我是主持人者澤口中 嘿 來看一下 哎呀 再次命中了啦 對啊 美國通膨匠的 還有妳剛才唱那首歌 轉角遇到愛啊 好像還不錯喔 台股轉角遇到萬六 有沒有阻礙 有沒有阻礙我不知道啦 好不好 CheerGPT 我們來問一下分析師 确GPT升級版來了 欸什麼是升級版啊 聽起來哇 很厲害 感覺好像那個魔鬼終結者 然後下一代的 然後又打 更強大 更強大 好 更猛齁 新的AI股再攻一波 另外最紅最熱的00878高股是ETF嗎 對 大家很多閃路聽到高股請求開心了 為何外資款賣 對啊 總不一直賣 真的我會怕欸 我們要請教三個分析師好不好 在請教之前 我們今天轉角嘛 今天是什麼 我們讓老師 讓哲哲猜猜一下好了 台股轉角上萬六 猜一個股票名字 誰知道啊 六什麼 六角 答對了 所以我們要吃六角雞湯裡面 好 你也說六角 餐飲 好 好吧 好吧 這是斷春蒸牛肉麵 幸好沒有亂猜錯 好 好 你說 斷春蒸吃一下 欸你沒有吃喔 嗯 它牛肉不錯欸 不錯 可是就像製作人講的有點鹹 有沒有加它那種鹹的 而且這個是 我們吃的是焦碼口味的 你說麵喔 嗯 我是吃牛肉麵 我很吃牛肉麵 這是哪一家家的牛肉麵 這樣嗎 斷春蒸 我是牛肉麵加乾麵 我自己把牛肉麵拿過來 對 牛肉加過來 還有它很像的蠻有名的 是泡菜 黃金泡菜 泡菜我吃一下 嗯 六角的嘛是不是 對 六角的 六角只要日出查太啊 因為我今天跟別人 我跟別人有約定好 我今天不喝飲料 是 不要證明我 對 所以我不能破氣了 所以今天飲料我就沒有了 真可憐 對 日出查太比較吃了 我去泡菜還好 我去泡菜還好 泡菜還好 牛肉很好吃 牛肉很好吃 你叫上輝分寄師 第一位 楊玉華分寄師 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 投資朋友大家好 因為我太喜歡吃牛肉麵 我已經完全被他吸引住了 這個說到牛肉麵喔 我大概已經吃過 二三十家以上牛肉麵 就是我如果啊 我去吃東西 我不知道吃什麼 我就先點牛肉麵 老師 你再講 你不能吃過二三十家 統一滿漢嘛 還有哪個 喂喂啊 一瓶啊 喂喂一瓶啊 都是牛肉麵啊 然後還有那個 湯汁部分那叫什麼 是啊 不是啊 我是說二十幾家 你生命中沒有吃過 都是泡麵啊 生命中沒有吃過二十幾家 二十幾家牛肉麵嗎 有嗎 有啦 有啦 怎麼可能 二十家很正常啦 不因為我們昆哲老師 直接帶大家下一個啦 昆哲老師 我還真的沒有 因為我個人是比較沒有到 這麼愛吃牛肉麵 是喔 是啦 你看我就說嗎 真的真的真的 你愛吃牛肉麵為什麼 就是沒有特別喜歡 那你喜歡吃什麼 就是比較喜歡吃飯類的 喔 你本來想吃飯類的 我懂我的意思了 有些人喜歡吃麵 沒關係沒關係 那你吃了那麼多加牛肉麵 好吃嗎 這個好吃 這樣不錯喔 可不太鹹 還好 牛肉麵比乾麵好吃 對啊 因為我們剛來也來不到一分鐘 就馬上給老師吃了 所以老師今天麻煩你喔 台股會上萬六喔 是老師的喔 小鼠Rich948 就是8啦 好不好 第二位 也是帥哥分析師 最酷 也是非常帥的分析師 仲坤真老師你好 不愛吃麵的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那 剛才有稍微吃一下 我覺得是蠻好吃的 只是我覺得說 像 我們今天要聊到的像 AI機器人 他像這種東西說 麵加牛肉加湯 未來可能說 機器人他都有辦法做得出來 真的 真的 真的啊 像有拉麵雞的你知道嗎 喔拉麵雞 這頭的就拉麵了 你知道嗎 細骨那些有一些的 是頭的拉麵 好吃嗎他覺得還不錯 好吃喔 好吃喔好 老師看 好看老師的表情 看一下看一下老師的表情 就知道他沒在在吃 不常吃牛肉 牛肉整口塞的 整口塞 真的很真理耶 對啊你真的 蛤 牛肉這樣吃嗎 沒有牛麵不是那樣吃 牛肉不是一口這樣吃嗎 你本來帥氣他100分 這樣吃一吃變70分了 好不好 沒關係老師不好意思 老師他有偶包 我們一起叫三位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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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跟我一樣比較沒有偶包的 歡迎 第三位陳偉泰老師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講到這個段 我覺得你愛吃麵 你看起來就是很東方的感覺 喔真的 我今天國中的時候 那個麵我都是要加麵的 加麵對不對 我問你啊牛肉麵 你有沒有吃過20加 不要說20加30加都有了 還說什麼 20加很正常嗎 有沒有吃過20加牛肉麵 說真的可能沒有 這沒有 我都說了 我們是把泡麵算進去 我就說我也有 因為你要吃小吃店你走進去 你不知道吃什麼 第一個就先點牛肉麵 我就是這樣 這位陳偉泰老師你不愛吃麵啊 你是愛吃麵 可以不愛吃牛肉麵嘛對不對 還是你覺得牛肉麵太貴了 因為我有陣子不吃牛肉 難怪 他們都問錯人了 好 您說 他現在有吃的是 還願完了 我覺得他的肉 很有嚼勁耶 是啊 很有嚼勁 有嚼勁就對了 有香氣的感覺 我覺得不錯 有嚼勁的感覺 老師你覺得不錯 斷什麼 斷唇針 的牛肉麵 注意一下好不好 還有日出茶袋 日出茶袋 日出茶袋 好喝嗎 你可以喝一下 好喝 這個是崑珍老師的Line喔 小組we178 178 我們一起吧 這是我們兩個老師的Line 可以加一下 好不好 來 接下來 財經大頭條 老師您好 有請玉皇老師 老師麻煩你專業講一下 CBI 健六 因為其實我們福利是禮拜一 很大的回響 因為我們其實很多人說 哇 看了眾多財經節目裡面 我們的那個SVB 這個銀行倒閉的那個來源 全 那個全脈絡 全部都講得很清楚 老師 媽媽您講一下 哇 這時候就是專業性的表現 那這次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講 美國通膨要降 你也是神準啦 專家遇到外 老師 來我們來看一下 因為這一次啊 我再次把他命中這個通膨的這個數據 是是是 完全是在我的射程範圍之內 射中 那 為什麼我覺得我不舒服啊 我也覺得不舒服 沒有這個是射程範圍啊 剛好在我那個區間我們 神準命中啊 好好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我們是不是要先來重過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請看VCR 所以老師你覺得最有可能是6 有沒有可能低於6 這個我覺得機率也不大 所以6到6.03 對 上面切一下也一點點 萬六 好 謝謝老師 誒 摺著你的tempo好像慢一點 不是 因為我覺得該你跳就好了 好不好 我最近膝蓋不好 好不好 我們來看一下 那時候預測6嘛 預測6又有機會上萬六嘛 對不對 這就是 上禮拜五的事情 所以很重要 可是他搭配那個 藥要一起吃啊 搭配這個SVB 不要再倒閉了 好不好 如果反而覺得SVB這個事件是因果的 為什麼 應該跟大家講一下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最新公佈的CPI的數據 是 來看一下 這一次公佈出來的月增率是0.4%CPI 然後符合市場上的預期 然後年增率就是6% 就是我剛剛說的 符合我這個射程 命中這個範圍 然後公佈出來在我這個區間 那我們往下看啊 扣除能源和食物的核心CPI 公佈出來是0.5% 雖然說比市場預期稍微高一點點 可是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還可以接受 那往旁邊看喔 年增率是5.5% 不要想要看這個數字好像沒感覺喔 CPI是創近8個月新低喔 核心CPI是創近5個月新低喔 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通膨啊 美國最在意的通膨這個現象 一直有慢慢慢慢一直在緩播在下滑 通膨已經沒有到那麼嚴重 那我們再往下看喔 那這一次那一天我已經 為什麼可以獨家跟大家做預測 是因為我們 福利社已經獨家看到一些資料 就是像包含通膨比較 CPI裡面組成成分比較高的 像房屋嘛 那時候說小降一點點嘛 然後最往上看的食品 就是CRB 最上面這個 能源 能源這一次降最多 然後加上二手車的價格 也持續做下降的動作 產生出來這個結果 公佈出來就是CPI年增率是6% 這些二手車跟能源都算比較多 二手車跟能源 藍色是那個 二月份 二手車衰退很多 從-11% 比二月份再-13% 所以造成這一次的為什麼 比重有比預期 還更好 應該說符合預期啦 因為克里夫蘭年储是6.2% 對不對 所以我們剛才重播是6.2% 可是問題是華爾街是6% 所以說其實還是有比預期好一點點 因為上個月6.4% 就是二手車 跟那個人員 就是 大概這兩項嗎 還有嗎 主要就是這兩項 還有食品 還有食品 人員你看我們那時候就有做資料啊 所以那時候預告其實 我們之前上個禮拜影片 你有講到好像人員有衰退嗎 通通有衰退嘛 所以一切一切 老師 剛好有敘述在前面一點 好不好 老師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CPI公佈 這個FedWatch 這個好像路徑圖怪怪的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喔 目前現在的利率是4.5到4.75 那公佈之後啊 升息一碼的機率是大概是79% 是 其實這個數據跟我昨天 因為昨天是晚上公佈的數據是8點半嘛 8點半前我看啊 差不了多少 8點半前我看的時候 4.75到5升一碼的機率 大概是74.5 所以其實落差不大 那為什麼說剛剛SVB那個爆雷的事件 銀行爆雷事件 對於接下來年準會啊 在3月23號凌晨2點要公佈的 這個利率決策會議的結果 會有很大的利多 最主要原因是喔 還沒有公佈在這個爆雷事件喔 銀行爆雷事件還沒發生之前喔 其實市場上的預期啊 FedWatch的預期 是升兩碼的機率一度高達80% 是 那也就是因為銀行這一次的事件 大家覺得說欸 嚴準會這麼激進的升息 會不會造成一些像金融上的危機 這一些財務上的問題 銀行上的一些倒閉的狀況 反而這一次市場上預期說 這一次的升息不會這麼激烈 那如果不會那麼激烈啊 對於長期來發展來說 反而是一件好事情 啊 懂啊 所以其實我覺得 因獲得福在這個地方 因獲得福 希望如此囉 好不好 就說 就有點爆又不會太爆 大家也想說 他不會再升 再升更多銀行爆下去 像矽谷銀行 就是因為債券關係嘛 是不是喔 就是因為債券關係賠太慘了 才才 才賣210億的美金 結果偶一告訴你 我賣210億美金 你給我提400億的現金 倒了 好慘喔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老師你往前一點點 那這邊就獨家預測有講過 剛才有重播講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覺得就是要3萬6了 基本上接下來的謊部3萬6 啊SVBOK了嗎 還剩一些餘政 餘政其實從今天盤市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今天盤市啊 大盤早上開高嘛 因為反應這個數據 是 早上開高漲100多錢 那最後為什麼會拉回來 第一個今天台子期決算 是 第二個其實台灣股民的特性啊 憂國憂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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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憂國憂民 還是覺得說事情還沒有正式結束 怎麼可能一些銀行會不會再倒 台灣什麼人不搶呢 每個股民都憂國憂民 真的是憂國憂民 真的是憂國憂民 他說啊 哎呀 烏克蘭打仗的 台灣怎麼辦啊 哎呀 SVB 銀行 哎呀 怎麼辦倒閉怎麼辦 哎呀 韓國四射飛彈怎麼辦啊 哎呀 憂國憂民 你說 我這一款老師的形容真的是太好了 太好了 對啊 台灣股民的憂國憂民 可是有沒有 還是要稍微留意一下 就是有些事情不要就起人憂天 憂過頭了 憂過頭了 那坤老師我想問你想法呢 你這個SVB還會爆雷 還是因為我問你SVB 是因為你很喜歡開SUV啊 這個 很多車你都喜歡開啦 這在我關心了 好 其實我覺得說 真的是就像剛剛這個楊老師講的一樣 就是台灣太 台灣人太起人憂天了 因為 當時我第一時間也有打給我 就是我的親戚 我的親戚在那個 Fonex 對 那他在美國那邊其實 他們當地的狀況是最清楚 他說其實當地的一些可能說民眾 其實沒有像外國人這麼的恐慌 就是 大家就是 也沒有說真的敢的去領錢或怎麼樣 是 對那我覺得說就是別人在吃麵 那 會化修 對對對 因為我路上好多照片喔 對啊對啊 很多照片都在排隊了 在擊隊了 在鳳凰 在鳳凰那邊 鳳凰城那邊 OK 所以老師講到這些重點的 所以不要緊張 D3不要緊張 啊Ju先生你看起來有點緊張 可是老師你自己有說一條線對不對 對就是這一條線 15 15 265 265嘛齁 這個跳空喔 的這個 最低的缺口的位置區 都沒有跌破 對 寫大一點齁齁齁齁 好 這就是我說的強力的多頭支撐線 好 原則上 就像我說的 為什麼大家有國有民 因為其實每天盤面上 很多的利空消息都會嚇你 是 那你就用技術指標 抓出一條關鍵的點位跟支撐 是 以那個價位來做多通的判斷 好 2000多億還沒沒強強的接受 好 我們來看下一個來 好 貴碼指數喔 今天其實是比上加權指數強的 因為我剛有說過 今天結算 所以結算也會有一些 尾盤會有一些賣壓出來 波動會比較大一點點 其實代表說 中小型股今天已經相對的比 大盤的一些加權指數的股票 佔權這種股票 直穩了 已經直穩非常多了 已經直穩非常多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所以這貴碼指數 看起來也直穩了 雖然跌墜胸 看起來直穩了 我們來看一下 來 盛大盤的買賣超 今天就小賣 外資店就小賣69.5元 那投信啊 基本投信已經連續買超一段時間了 其實近期啊 等會我會跟大家分享 那個有一些投信近期的 因為現在是3月嘛 近期有一些投信作帳的股票 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可以鋪個哏 好 投信賺股才能鋪個哏好不好 對 投信賺股 才知道我們要注意觀察 賣90億 外資竟然是賣啊 外資也有股有名 我覺得還好耶 因為他被動是調節一些 算還可以接受 是外資賣69億喔 可是 其實有些股最近還是很強啊 對啊 沒錯 昨天產榮很強 可是昨天產榮開高走低 那很多人說 外資之所以對台股不離不棄 還是台灣是因為 最高殖利率的一個股市啊 好不好 老師 那我們來看一下 從殖利率的角度來講 台股灣到底有沒有這個護體神功啊 來 老師 我們來看一下喔 殖利率的金鐘罩的概念就是啊 因為近期的盤是不是比較震盪 所以有一些高殖利率的股票啊 其實你會發現喔 相對的是抗疊 相對的有支撐 因為這個殖利率的金鐘罩啊 鐵布山就撐在那個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喔 台股的殖利率喔 是全球第三名喔 老師 可是我跟妳講 4.88是這個可能是去年年底的一個資料 我們到最新的 今年的一個資料到三月的 二三月的資料 哇 殖利率台灣也有前三名啦 第一名 全世界前三名 第一名是巴西 巴西我認為 不會有人想買啦 我真的 我第一次 我看到這份資料 我覺得巴西 到底有什麼 我真的還不知道 那你掛一點點沒關係 巴西嘛 對 然後第二名是澳洲 澳洲 好 那第三名就是台灣 澳洲前幾年買澳洲 我記得很多 千本好友 那時候 很多流行去澳洲自產 賠 賠產的好不好 威太老師 你等一下 你有特別有經驗是不是 有朋友是不是 我有聽過很多人去 投資相關的商品 對不對 那他們 被騙 那他們共同點就是基本上都是理專推薦 對不對 這理專推薦的 甚至有些仲介給你推薦的 然後 那 那有些是合法 有些不一定合法 這就不在我們那個 那個 你們這邊贅述了 只是說 他們那一波 哇 說澳洲很 那個資產啊 會生 會那個 會那個 這些資產會在膨脹啊 甚至是 反地產會在膨脹啊 結果到最後賠 一屁股啊 因為 官司那個貨幣就跌很兇的 好好好 好像打七折 我印象中 所以是 賺著還不夠 後會率的人會差 對對對 而且其實 他沒有反地產也長不太起來 因為他 太 地管人稀了 地太大 所以這個澳洲 你要換嗎 澳洲第二名 欸 我也不敢換 現在去台灣第三名 其實台灣是非常 對啊 好不好 那所以殖利率前幾名的 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啊 預估啊 統計下來 統計只要統計到昨天為止 那目前殖利率 預估超過10%就有40檔 是啊 40檔 超級無敵 我幹嘛去存定存啊 對啊 啊現在40檔就好了 對啊 我就不用 阿姨我不想辛苦啦 一下子算10年了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好 然後接下來 介於7到10%的有171檔 然後介於5% 5到7%之間有342檔 我其實非常驚人的數據 這很驚人啊 那我隨便就選10他股票就好啦 是不是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因為人家說 可能為了賺這個股息 賠了價差 哦 賺股息賠價差 不能不完全這麼說 所以大家參考一下 對要參考 幫我們找一些股票好不好 來我們看一下 所以我從這些概念啊 就直接幫大家挑選說 鼓勵殖利率超過10%以上的股票 接下來如果是 再經過一些震盪啊 我剛說過嘛 股民憂國憂民 可能一些震盪的時候 這些股票會相對的有殖利率的支撐 也會有相對抗傑的動作 撐在那個地方 那幫大家選出來這幾檔股票 嗯 那第一檔啊 就今天 超熱門的就2603的長榮 嗯 目前啊 昨天公佈配發現金鼓勵70塊嘛 嗯 那以今天收盤價來計算 現金殖利率高達40% 嗯 哇 超級無極強喔 嗯 那我們來看一下 接下來 我們一檔一檔來看喔 先看一下長榮好了 嗯 2603的長榮 嗯 結果今天一根黑K 嗯 怎麼會這個樣子 嗯 這種股票我跟大家講喔 以長榮過去 他雖然說高殖利率沒錯 可是你大家一個想的問題喔 他現在我用 他要配70塊嘛 我用100塊 170來算好了 如果他今天就是 收盤價是170 配70塊 明天開盤是開100 你為了要賺這個7萬塊喔 你知道他漲幾%才會回去嗎 嗯 70% 哦 你覺得有可能嗎 對啊 那167嘛 對差不多70% 我就用70比較好算 如果是170 70塊算差不多嘛 就是70% 哦 如果像跌更低要更多 對 其實這個機率很困難 哦 很難 所以長榮你覺得不要 不要想要賺他鼓勵 我覺得如果 不要想要賺他40%就對了是不是 對 應該說如果要做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時間點做是最好 為什麼 哦 一樣170 你為了要賺那個7萬塊 賺70塊 是漲40%就到了 嗯 170乘以40 大概68 哦 你懂這個概念嗎 這是一個數學問題 哦 老師你剛才說的是說 同樣要賺70塊 現在賺70塊的那個%比較小 對 你就漲40%你就可以賺到 好 同樣賺7萬塊就對了 對 好辛苦喔 是 老師那個有一個愛慕者跟你比愛心啊 對啊 嗯 老師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是要在配息前買 還是配息之後再買 嗯 就剛剛我講 我認為配息前買最好 嗯 要做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候做 如果你要做高指率 好 而且我覺得大家 對於長榮這個大哥實在太要求了 嗯 其實你看他線型啊 他是創近五個月來的新高耶 嗯 創近五個月的新高 今天開高走低 一堆人在罵他 嗯 你懂嗎我覺得太要求了 如果你去看台積電的線型 基本上也沒什麼動 嗯 好動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就是因為太要求這個貨櫃航運 大家要瞩目度太高 所以我一個很客觀的操作 如果你喜歡做高指率的題材 就是怕之後台股如果說 啊又有一些什麼風暴來啊 一些事件啊去打擊他 讓他波動太大的時候 嗯 這種股票的支撐線 我們就把停損點設好 抓哪一個線 一二三 第四 那根上影線紅坑 紅K棒那天 這一條線抓好之後 就設這個了 如果真的破了 我們就做停損 好 那往上的空間就大概抓三層到四層 160元 三層到四層 七層有辦法是不是 對 七層我覺得太難了 好我們再看下一個老師 好來 好這是長榮的部分 然後第二檔就是2636的台華 好難怪之前那麼強喔 對 老實在鼓勵要發 10塊錢 股價76 所以殖利於12% 12% 好老師 那我們看一下台華的線型 也是一樣就是以內跟紅K 的支撐線 就是實務上操作如果你要做這個題材 我們把情損點抓好 那你看喔 今天雖然說是一根黑K棒嘛 跌5%多嘛 但你有沒有發現 下剎的過程當中沒有量 下跌沒有量 籌碼相對的穩定 好 還是有一定的 還是有啊 這邊就是要發鼓勵的時候 先真拉再說 對 好不好 就是注意一下好不好 可是貨運 老師你說貨櫃這種相關的 要怕的是運價沒有上來 沒錯 賺的鼓勵賠的價差 對 因為現在大家會覺得說貨櫃不太想去做的原因 是因為 像SCF5在報價已經連9週下跌 還沒有正式反轉 對 然後從 像長榮的總經理說嘛 可能下半年才會好 從6月份開始才會好 是 台華的總事長 嚴董也講類似的話 所以可能如果以景氣來狀況 如果真的比較保守 就是可能4月5月過後 好 或者你可以等運價一反轉的那一週 找一個好的買點做進場 好我們是 但是我嚴格提醒 就是那個停損檢查好 好 我們之前我們福利是有行二代啊 就是說 有人有長榮行 然後爸爸賺很多啦 因為後來長榮還下去了 就只要來跑同高的那個陳彥老師 那我們沒有行二代 我們有一個看起來像富二代的 貴公子老師 你可以說一下嗎 你可以說一下就是說 這個 台華投控 或者是說長榮 你的看法 你從基本面來看 或是技術面你要怎麼切 或者說 賺這個鼓勵 有沒有辦法賺這個鼓勵啊老師 我覺得說如果說 單純以長榮這張股票來講的話 我個人的看法是說 他這一次如果說真的 配息配下去到100塊 100塊要漲上去 難度其實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對那如果說 因為以目前整體的運價來講 就像我們之前有提過 今年其實整個航運業者 就現況來看 就是他沒有什麼 比較關鍵性的轉折跟利多 所以我覺得 不論說值利率也好 或是說要去賺他的資本利得也好 我是覺得 台股目前 有比 長榮更好的標的 對 目前比長榮更好的標的 對 除非是原本就持有 原本就持有 我就尋寶沒問題 所以就是不要他了啦 因為運價不喜歡的對不對 老師你講話 你對感情難道就是扭扭捏捏捏的嗎 不要就不要 你這樣很容易有桃花 我跟你講 就是不要他是不是 如果是我 我會買連發科 你買連發科 連發科還錢 沒有 我已經 我已經幫大家都想好了 因為就是大家對貨櫃景氣有疑慮 所以我幫大家挑選了兩檔建築國 是 好 相對比較穩定安全 那連發科啊 預計要配76塊嘛 加值利率也超過10% 那那一根紅K棒就是 公布要配方股息隔天那個交易日 所以那個 就一樣這條線畫出來 就是強力的支撐線 多少 我們不要畫歪啊 差很多 然後我們目前啊 就畫畫 畫下去 哇 700元 對 730 那我們以長期的投資價值來說 連發科現在本益比大概10倍左右 他 過去啦 平均本益比大概20倍 其實現在是在本益比相對的低 下檔的位置 所以以中長期來說 他的投資價值 已經在這個地方非常的明顯 而且是電子股相對的穩定 加上又是IC設計的龍頭 好 電子股的部分 好 那我們再看下一檔 好 這730注意一下喔 好也10%嘛 好公司嘛對不對 好公司 連坤森老師都推薦的好不好 至上老師你來 來 下一檔至上是做 那個通路的 電子通路的 是 那去年 今年要配4.4 所以殖利率也高10%以上 然後這間公司很穩定喔 近7年平均大概賺3塊到5塊 非常一間穩定的公司 然後每年也是穩定的配股配息 他在高殖利率概念股上 基本上你去搜尋啊 一定有這檔股票 我懂的 比如說純股達人 對 我的那個錦然妙技 就有至上 就有至上 達人 YouTuber 我怎麼靠純股賺大錢的 有至上 電子股部分通常都有至上 以前的話去年可能是金融股 因為金融股大家都很喜歡純股 結果前幾年就喜歡純玉桑啊 最近在 這樣哭哭 最近可能是00878 00878 好不好 所以我們才講00878的故事 好不好 所以這至上還不錯 而且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除了去年啊 至上大部分在公佈鼓勵前都有一波行情耶 對 就是 其實在公佈鼓勵前先斷這一波 懂不懂 那一波也不要想太多啦 因為你有時候漲太多 又不會漲上去 他本身比較牛皮的股票 所以這個見好就收 大家參考一下 謝謝老師告訴我 四檔都10%以上 兩檔是貨櫃的 貨櫃酸雄 然後兩檔呢 一檔是貨櫃的 都算貨櫃的啊 然後兩檔是連發哥跟至上 好不好 希望你們學到 有 有學到齁那也不錯 這些股票 是好停損點 是好停損點 幹嘛這樣子 不吉利 好不好 不吉利 你看老實講 你看他們笑你 他以前對啊 他以前 他對別的主持人 他這樣 很柔軟 對你是這樣子 對啊 是不是怎樣 我覺得你喜不喜歡有差 嗯 你看你小孩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個單元 有別人喜歡你就好了 有別人喜歡你就好了 好不好來 我們來看下一個 來 好熱門我最貼 好創意歌 來結 來結 打字D齁 來第一檔就是 3443的創意 那因為他最近就是受惠那個AI 跟TradeGPT的熱條 今天有公佈最新的GPT4 等一下這個留給崑禎老師來說 那 台積電其實都說了 其實深層式的AI 接下來會持續代萬HPC的需求 那創意啊 是台積電持股的34.8%的子公司 主要就是產品就是AI人工智慧 高速運算 然後5G 固態硬碟 等等這些產品 其實發現 其實這些都是在先進製程的部分 因為接下來如果TradeGPT所要使用的 也會 他使用那些像高階晶片 第一受惠的已經是先進製程相關的廠商 跟IP業者 那他目前總經理已經有說過 上一次法說會公司其實已經有說了 今年的營收預計可以再成長兩成以上 那EPS有機會賺三個股本 所以也基本面非常的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技術線型 你看喔 1230那天高點不是出現帶亮長黑嗎 那一天其實是因為他的大客戶 受到美國的打壓 所以傳出來的一些消息 造成那一天跌停板 從技術線型來看喔 一樣我們畫出一條線 那一天那麼大的利空 最近股價都可以手穩在這個地方 代表創意啊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逢低就有人買 逢低就有人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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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再看一下投信的籌碼 投信喔 今年以來喔 買多於賣 就是我剛剛說的 如果月底啊 因為現在是第三季嘛 投信月底如果要做帳的話 這種買那麼多的股票啊 有機會率先做售賄 好 這是三四四三的創意 這創意喔 好 謝謝你 來一節 來一節 來一節喔 來一節有點冷耶 這時候怎麼不要 他是做電源管理IC的 老師我覺得 你有什麼 你這個是怎樣 突發奇想就來這邊 你是常常經過哪邊 年輕的 來一節 我是沒有這樣想過 為什麼有這麼奇怪 不是沒有 學生老師笑得很開心啊 我覺得這應該問維泰老師 老師喔 所以 昆正老師會推薦來一節嗎 我覺得應該是 不知道怎麼回答是不是 好 這不知道怎麼回答是不是 來一節你有聽過嗎 我有聽過 來一節 所以他常聽過來一節 來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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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明明就為什麼 今天誠言老師不在 所以我就代替他 然後他靈魂與我同在 真的辛苦 我們還是要一個人要搞笑一下 精神伴侶 精神伴侶 好 那我們回來 我們來一節做電源管理IC 那如果你去看營收 二月合併營收 7140萬 月增1.08% 年減29.37 你看營收 你有可能會買不下去 那因為 主要是因為他的產品 就是一些消費性的電子產品 像可能數據機啊 然後路由器啊 一些中端的一些 跟網中相關的設備 然後他也是特殊系的概念股 所以上半年因為 大家都知道嘛 消費性電子產品 現在在調整庫存 下半年會越來越好 好這是第一個利基 第二個利基你去切投信 下面我看投信 就我剛剛說的 其實投信這一段時間買了非常非常的多 有機會會變成說 季底喔 投信會做這樣的標題之一 加上我們從幾乎現行去看喔 創高之後 因為這幾天大盤跟著拉回嘛 昨天喔 他已經率先指紋了 昨天大盤是跌200點 大家記得昨天大盤跌200點 他還可以漲3% 今天工上漲頂板不過分 後續啊有機會就是挑戰前面那個高點 好有機會挑戰前面前波高點 這現行蠻不錯的 萊姐 萊姐 沒有我覺得我雖然是搞笑 可是你自己說 那個可可 我是講一講以後你就記起來這個股票了 有 萊姐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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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姐萊姐萊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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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萊姐萊姐 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不知道該說什麼是不是 好啦好啦那就不要說啦 萊姐萊姐萊姐 對啦 萊姐老師 巨匠跟中華 好那 呃會 其實會挑這兩檔主要是因為說 巨匠跟中華這兩檔股票 它的 在今年的預估EPS其實都不錯 那目前的本地比其實都偏低 那以2476的巨匠來講 因為說 大力光近期的走勢其實蠻不錯的 那大家要知道說 大力光在這幾年這麼的疲弱 主要就是因為 大力光第一是 它沒有車用的產品線 那第二是他打不進中低階的鏡頭 那其實這個時候大力光他就會靠 比較額外的一些公司下去做切入 那其中一檔是先進光 其中一檔就是276的巨匠 對那 以巨匠來講他 比較算是獨家的鷹圈馬達 就是以目前市面上還沒有人可以去取代 那巨匠他在今年的預估EPS大約是可以到5塊錢以上 那5塊錢以上的話 目前的本益比其實也就是 10倍出頭 算是蠻便宜的 對那今天第一根 10倍出頭而已啊 本益比啊 這麼漂亮 你的低本益比啊 低本益比撐隊有時候就高支率了 如果願意發握鼓勵的話 你繼續說 對那如果說再搭配上說技術線型 帶量 帶量站上說第一根紅K的話 就還不錯 好不好 這還不錯 感覺好像火箭式有沒有 這火箭的感覺上下已經都有 上下已經有機會一飛沖天 好不好 修一下 巨翔 另外一個老師 下一檔股票 中華 好那第二個是 2204的中華 以中華來講中華呢他當然就是跟裕榮是一起的嘛 做什麼的老師 汽車汽車 汽車好 那目前的股價其實已經 很明顯的偏高了 等於是說 看好紅華先進的 這一批買盤 他買不到紅華先進 要去買裕榮 但是裕榮目前又太貴 又有點買不下手 那可能會慢慢擴散到位階再更低一點的 中華 對那以中華來講 其實今年的預估EPS 也大約是可以 上看7到8塊錢 對那7到8塊錢 目前的股價 也不算是太貴 對我就說可以 值得持續去做留意 中華不錯喔 打棒球的吧 中華對嗎 你好冷喔 因為我可以講中華為什麼叫裕榮 因為裕榮有兩個裕榮 所以那個 一個是做 汽車貸款的 一個是汽車的 所以中華 這相關的走勢 跳空 上漲 這態勢還不錯 謝老師 來我們來看一下 來 00878 00878現在很紅 只要點到00878 老師你就紅了 就有點月綠了 然後趙鋒金 老師聽說你都有準備資料 00878為什麼外資賣啦 為什麼勒 單充比還有3% 這誰在 誰在單充 TTF的 你們是 叫什麼 不要有錢沒出花好不好 對啊 自營商也在賣 為什麼勒 不是啦 單充ETF的啦 對啊 有錢沒出花 好 最近其實這個00878 這個 網路上面的討論度 非常非常的高啊 因為他最近突然就是股價 連續4天的一個下跌 而且是連續收出5根的一個黑黑棒 那主要原因就是 還是因為就是 剛提到的矽股銀行的一個破產的一個消息 那導致呢 國際上面非常多的一個 股票市場裡面的金融股 都呈現的下跌 那因為00878 他在整個金融股的一個持股 比重高達25.4% 比其他股股是高喔 對 所以其實在這個金融股的比重相對比較高的情況之下 那 可能這個外資 或者一般投資機構 就會擔心他接下來的一個股價 可能會受到影響 所以就開始大幅度的去調節這個00878 那事實上呢出00878之後 可以觀察了一下 就其他 也是一樣是以這個 金融股 比重比較高的ETF 例如說像00915 凱基優選高股息30的部分 那最近他的一個股價 也是呈現往下去做拉回的一個表現 那還有一個就是 既然是金融股是這個 這個風暴的核心嘛 那當然是要看一下0055 也就是元大MSCI 金融的部分 最近也是出現比較明顯的一個拉回的走勢 OK 不過我要講的是說 儘管會有出來澄清 就是說其實 這些所謂的目前 在這個國際上面在傳 這個所謂的違約或者破產的銀行 基本上我們國內的一個銀行 基本上都沒有曝顯的部位 所以這一波拉回搞不好 反而是一個就是 非基本面利空影響下面的好買點 好有機會喔 因為我剛才為什麼說 008785 我說當中比例要3%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這些你看啊 高低一點價有差 你看 開16.91 收16.85 是有價差是不是啊 手續費都被吃掉了 當中你要有價差 你要波動啊 不然手續費很貴 你知道嗎 你是沒看證交所統計嗎 原本都賺錢的 就要就扣掉手續費 通通賠錢 可是自營商也在賣超第一名 也是賣超第一名 對啊 為什麼自營商也在賣超第一名 他有問題啊 其實自營商的賣超 有時候就像剛剛這個哲哲說 他有時候是一些 就是短線上面當沖的一個做法 因為自營商他沒有這個手續費的成本 他自己也會喔 他會 有些自營商他會 手續費成本 他是等於供貨者嘛 是的 所以都有嘛 有些單沖的 有些是供貨 因為他是供貨的嘛 供貨就是 我現在重買在我身上 是我發行的 那不好意思我要藉由自營商 把它賣掉 所以都有可能 是 好那不小心賣到自營商 謝謝老師 如果是 可是散戶如果要單沖 夢幻不要 萬萬不可 除去廢貴喔 來 那個 絕對不行 好不好 老師我們來看下一個 老師來 第二個是 金銅股 趙風金 趙風金 在我們對面 趙風金在對面 也是好 那 事實上呢 趙風金 或是其他金銅股 跟剛剛 這個 就是 矽股銀行破產的一個利空消息 有一點受到這個衝擊 但我剛剛提到就基本上他們沒有 實質上面的一個 曝顯的一個部位 那特別跟大家 補充一下 就是他們在 今年 累計前 2月份的 一個 EPS 是14加清控 裡面 第一名 他最前的 EPS 是來到0.62 是國內 14加清控裡面 第一名 然後呢再加上他在這個 累計前2個月的 稅後盈餘的成長幅度 是破百的 在14加清控裡面有兩家 金銅公司在累計前2個月的 獲利數字是成長的破百 一家就是趙風金 他總共成長118.28% 另外一家是台信金 所以我認為說在接下來再拉回 在選擇的過程當中 如果說 想要去選擇就是 直優的一些所謂的金銅股的話 這些獲利已經領先出現 成長的一個個股 可以優先做考慮 趙風金是這樣子啊 可是我怎麼知道我怕受千壘啊 你剛才準備個表格 我都嚇到了 小聲怕怕呢 對 現在有非常多的人提出另外一個 訊息的一個方面的參考 就是這個瑞信 瑞士信貸銀行的部分 因為傳出來說他在這個最近啊 跟他有相關的 CDS 也就是這個所謂貸款違約的一個保險 他的一個價格 持續往上走高 老師 CDS 我們看看那個走勢 這邊 好像CDS是什麼東西啊 好 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 他的全民就叫信用違約交換 又叫做 貸款違約的一個保險 是 換句話說就是 有點像買 買保險的意思 買方呢 如果去買了 CDS 如果說真正的這個所謂的一個債券 出現違約的話 那麼賣 賣CDS這一家這個這個機構 他就必須 要用這個面額的方式 把這個債券把它買回去 他有點像是買權跟賣權的一個概念 我懂了我懂我懂了 就像車險一樣 對 我車子 我車子如果壞掉了 那沒關係 我可以全權 可以 以示嘛 我可以把他保 可以把那個車子 恢復原轉 對 這跟你講 就是 我就是讀你瑞信不行就對了 對 所以當這個CDS 這個報價只往上之後走高 代表買的人很多嘛 所以價格就是往上推高 那買的人很多就是 大家預期 瑞信有可能會出現信用違約 很多人越頓 賭他倒就對了啦 很多人幫你買保險啦 知道嗎 受益人是寫他自己啦 好像防疫險 不是防疫險是自己啦 人家買保險幫你走 事實上就是舉例是不是 這舉例可以嗎 勉強可以 應該是啦 可以啦 就是買一個保險 賭他會倒啦 賭他會違約 他會倒啦 賭他會違約 你倒一家一人倒全家吃飽飽啦 對對對 臨時的梗 來好 是喔 這這系列 怎麼辦 最後一件事情帶你覺得有沒有機會 因為我看這現金流 我嚇到了 我真的怕燥了 對 對所以其實接下來可能大家要 就會最近 老師你看流那麼多啦 對啊 這個 1100億啦 這嚇死我啦 對啊 這就是 最近大家會比較擔心的一個原因 尤其是就是在前陣子這個 升息的一個循環之下 他造成的就是一些所謂資金上面有點 就有點比較吃緊的情況 大家會擔心他有 類似這種所謂付不出這個款項的一個危險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好 我來幫老師這個結論 是 流出1100億 1100億瑞士克朗對不對 總資產 7558億瑞士克朗 總資產裡面有些不一定每個都是現金 差不多7000多億的現金 對 有點緊張 會比較緊張 所以我本來我聽到瑞士信貸 我聽說實際好像利率很高 搞不好7%還幾% 會不會有一度衝動想要買 我看到這個我就打消 念頭 就是 存錢存在那邊 聽說利率很高 要看一下 這個是不是他自己所發出來的 其他眼色鏡這種商品 看是不是 沒有聽說存款就很高 我忘記多高 反正看到那個利率如果這樣很高 我下刀把人家去存了 對啊 不過這個其實就是不太合理 你不太合理 不太合理 因為缺錢啊 對因為缺錢 重點就是 因為缺錢 所以我用高利 把大家的錢 吸過來 對啊 對 隱陣止渴的感覺 不要跟你說 希望不要 希望不要 這個目前是有危險 可是還沒有報 就我們覺得 等報再說 你人生那麼辛苦 過馬路都怕車禍 每天不要過馬路 對啊 好無聊 會不會 會不會覺得 或是吃東西拉肚子 就不要吃東西了 對不對 這沒錯啦 跟一個美女講拉肚子 我實在 想像這個畫面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下個單元 來 股市甜甜圈 焦甜股幫你圈 來 請 昆貞老師 帥哥分寄師 最新TrackGPT 是來了 新AI股 再攻一波 好 你就離我遠一點 帥哥離我遠一點就可以了 好不好 來 最新的TrackGPT 來了 新AI概念股 攻一波 老師你就是那個 IC設計 小王子 我發現你喜歡IC設計 對因為我覺得說 IC設計他的 想像空間是會比較豐富一點啦 本益比 10倍 100倍隨你喊的 對對對 這是真的 比較活潑啦 比較適合股民 是不是看一下 對 這個有新的 有新的TrackGPT Fore來了 我經常第四代的感覺 寫完頁 用手寫也可以 這哪是怎麼教我啊 手把手 來 手把手就不用了 不用 可以用Coco啦 CocoOK Coco可以 Coco 所以Coco來教我來 是教我 是教你啊 你看 我就知道每個主持人 我選的每個主持人都是他的菜 來 你說 胃口不錯 胃口 胃口不錯 你是講 那個 以後跟以後 Coco你有沒有覺得他真的 對你真的是 好像還好 對啊 對啊 我們只有一個小甜心 小甜心 我最想要 你有看對不對 他都超級嗨的 我不知道嗨什麼 你知道嗎 我一看老師看起來好像Fall in love 一樣 對啊 他就說 小甜心就說 老師你是不是有了TrackGPT 你就不跟我連TT 是不是這樣講 這哏不做耶 你是不是想 他講過了 他真的在講 好好好 好來 來我們再看一下 好那其實 連TT一下 好 原本說 Track原本的這個 模組啦 他說 他 功能可能沒有到這麼的完善 那目前說 Jet GPT 是 是嘛 那就是說 算是有一點點說升級版的 對 那升級版它其中到底有什麼樣的差異 比如說我寫程式交易 我說我寫這個什麼 我寫 寫這個 比如說 幫我寫一些的程式交易 或是Excel的表 對 然後告訴你我怎麼寫 我直接丟進去 寫完以後我拍真照 對 然後我在 在 在 在船上上傳到TrackGPT 對對對 是真的嗎 因為說 我們來看這張圖片 這張圖片的話 它就是說 它是手寫一個 網頁的程式嘛 我愛哲哲是不是 沒有 我愛昆針喔 沒事 是英文版的 對反正 這個東西就是程式嘛 然後 他寫完程式嘛 那個聊天機器人 他會自動把它 生成成一個 完整的 網頁 就是你可以看到的那個 這個網頁 這是網頁 不好意思字比較小 你大概感覺到就好了 好不好 對 重點是因為說實話會寫程式就會寫程式 不會寫就不會寫了 重點是從裡面怎麼 學到一些股票啦 對對對 ChatGPT怎麼樣 是一種怎麼樣 我們看一下放大 好那我就有說 其實 他 ChatGPT 這個真的是有點難唸 他 就是說最新版的 他說我來一次 好 你說 Chat 就GPT ChatGPT 我來講 ChatGPT 對 你就直我叫 我告訴你你就直我叫 好 好 ChatGPT 是一種的樣子 好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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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點 快點 去哪裡 好我這樣簡單講啦 因為說 其實說3.0跟第四代 其實 就是它裡面最大最大的差別 我覺得在於說 原本的3.5 它是一個 只能文字對文字的一個模型 但是第四代它是可以 圖片對文字 對 那 圖片對文字其實就非常的方便 我舉一個 例子 就假設說你給他 你把你們家的廚房 對拍一張照片 那拍完照片上傳到 上面 那你可以問他說 好我這張照片裡面的食材 可以做出什麼樣的食物 真的真的真的 這樣問喔 對 我更厲害了 不只是我剛才說 寫字 只是圖片辨識文字 像很多也可以啦 就是 因為說他 我只去看一下 那可以辨別人力了 而且 老師這等於是下一代的機器人了 對 他就變機器人你知道嗎 我可以理解圖片 跟你的問題 對對對 所以 人家就說第四代 其實它最大的特色就是 如果說做一個比較簡單的詞彙來講 就是說 它是有人性的模組 你要想一件事喔 老實講一個正案重點 因為我第一次聽到 你可以丟圖片給他 這個食譜 比如說咖哩飯 請你告訴我 圖片中的咖哩飯怎麼製作 對對對 那現在就是 那基本上他以後只要 他以後只要有 這個機器人只要可以 就是可以自己偵測這些 圖片 對 那就可以做這些東西了 對對對 沒錯就是這樣 或是說 機器人最原始的一個model啦 對 就像剛剛有提到的 對那可能說 你家 你拍一張你家裡的照片 那你可以上傳上去問他說 我 這家這麼亂 那我該怎麼去 整理怎麼去規納東西 我拍一下主持人照片 怎麼追主持人 對對對 類似這種概念 先看福利社 那你free free 財富free 是不是 對 是不是 Coco是不是要先尋 財富free free的 沒錯 一定要free free 要free free 心靈的free 很重要 心靈free 對 那這主要就是 就是說第四代最新的狀況啦 那 還有另外 一個層面就是 其實他第四代的模型 他會把所謂的 防治犯罪這一塊 他會做得再更完善一點 因為我相信說 大家可能會去問說 聊天機器人一些比較 違法的事件 我舉例就像說 可能去問說 槍枝怎麼改造 那或是說 某某毒品 那要怎麼去把它種植出來 可能會問這種比較敏感的問題 但是在上一代的 Trade GPT 他比較沒有辦法這麼直接的 防範這部分的犯罪問題 那到了第四代他就可以說 很直接的把這種東西把它阻擋下來 好老師謝謝你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這個 具備 那個機器人的這個 架構了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 Google聽說有個AI啊 Take action 老師來開始了 對對對 這個東西其實他 比較不像 不算是說語言模型的AI 他比較算是一隻 AI的機器人 對就像說我們有時候在餐廳看到說 有一隻那個 就是 會動的機器人會幫你送餐 送菜 對對對類似那個 但是他比 餐廳的機器人更厲害 就是 他是 更貼近人性 就像說我們可以看一下影片 你送菜感覺好像只是 這個影片是不是 對我們可以 稍微看一下這個影片 這個影片就是說 他是叫這隻機器人 他去拿 泡麵 對 那拿不到怎麼辦 洋芋片啊 這拿得到嗎 他當然這樣拿得到 那重點是說他在拿這個過程 如果說 他這個泡麵已經被移味 洋芋片 有人調皮就對了 洋芋片是洋芋片 好 他還是對有人調皮 老師你是想要吃什麼麵 牛肉麵 泡麵給你吃 等一下你還沒看到 他 他就是被拿走 然後他還是可以直接拿 一直玩他 就是他直立沒有完成之前 對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任去努力 那你說如果送菜的或夾菜的 指一個指令就好 可是他是有 他是有意識到 你在玩我 然後我就是機器人 我就繼續 就像他說 我這樣舉例一下說 現在的送菜機器人 可能說如果在這個途中 這個這一盤菜被其他人拿走 他可能不會感受到 他就是假動作 放上去 他這個 這個還要 還要那種可以 秤重量的模式 對不對 他夾到以後 他知道這是幾克 他其實在輸入這個 這個程式 所以這個要非常聽說非常多組的幾億組的一些參數 當然 這個這個參數已經到非常非常複雜 那我覺得說 因為以目前來看 哇塞 5621個參數 不換成錢我就發了 謝謝 對就是他 參數模組已經是 非常非常大量 因為夾這東西的過程中 你要知道幾克 你下這個指令 我這個實務要幾克 因為我要 防呆系統 我預防你夾到的過程中 就像你講有人玩他 他去辨識出來 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辨識出來就要差很多了 然後防呆的系統 出去說 那又加上說 可能說有一些 像是AI機器人 他 大家可以看到說 如果說以產業比較相關的就是 當然說AI的運算模型 因為他的 資料數據要非常非常大 那再來就是一些感測器 那還有像是工業機器 工業 電腦用的機器人 這些 這些都有 他好多喔 我剛才跟正文我說的話不好意思 5621個參數 不是指令喔 參數跟指令不一樣 很多很多的數據啦 好不好 那還有一些 那個 這個不知道怎麼念 Punk 語言的模型 好不好 好多個老師 謝謝你喔 所以這AI概念股有哪些 老師我們快速看一下 好那我覺得說 其實 因為像是 世新啦 先進製程 這些東西都是 大家 蠻熟悉的啦 那我覺得 Google這次推出了這個 更聰明的機器人 有一個重點就是 鏡頭 對 因為說 鏡頭這個東西 它一定要夠細膩 夠精細 它才有辦法分辨出說 周圍的一些狀況 所以我覺得說 鏡頭廠接下來是很值得下去做留意 包含說 先進光啦 或是說目前是做車用的 4976的加零 這些 對那如果說 更上層的當然包含像是 世新 或是說比較核心一點的 加登 會比較好是不是 對這些都可以下去做留意 好那我們快速看一下 那你要介紹兩檔股票 是 世新 我就是你看起來就是付貨貸 還是你真的就是付貨貸 買1000塊的 沒有沒有沒有 剛才楊老師講 那個 創意更貴 他可以臭屁說 五六百六七百啊 我也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時候買啊 對不對 是不是 然後這個世新也有三四百過 也有 世新也有 創意比他貴是不是 你兩個都付貨貸 好 是一千塊的 我們要給 老師很多人 很討厭一千塊的 怎麼辦 買零股 買零股 對可以買零股 那世新 一千塊你還要介紹 是要找到兩千塊啊 因為我覺得說 因為世新他目前跟 創意的價差其實 其實有一點不太合理啊 對 所以你 這個不知道誰介紹創意的是不是 對我都不知道誰介紹創意的 明明這個 到底有沒有創意啊 世新的EPS就比較好 不知道是誰到底在介紹創意 站著中槍 我很想講內心話 我原本是要先講 世新 是喔 對 是給你選到了喔 人家爛給你還是這樣子 對不對 浪給你前輩 是不是 浪給你前輩 他對你多好 你這樣還是這樣子 是不是 謝謝 謝謝 那好沒關係我們請假 就事論事 他怎麼樣比 EPS 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說 如果說以創意來講的話 今年2023的預估EPS 創意 目前來 在手訂單來看 大約是 32塊錢 左右 那如果說以世新來講 他今年的 在手EPS 大概是36到40元 對啊 那36 EPS比較多 對 那36到40元其實給個 30倍的本益 其實 1080 對1000出頭算是一個 蠻便宜的 價位 30倍很正常嘛 因為他是 他今天台機也講的啊 說這種AI的這種 AI的這種 其實這種架構啊 衍生好多HPC 對 的一些 這些需求啊 所以 這跟老師講 是世新的不錯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1000塊 你覺得30倍本益比還好 那先進光幹嘛 那先進光 機器人需要這個是不是 對 他的那個鏡頭 因為說 而且重點是說 先進光他有 大力光的技術 因為大力光有去入股 成為主要股東 那因為說大力光本身的產品線 是沒有所謂的 車用跟元宇宙這部分 所以他會用他的技術去扶植先進光 下去切入說可能說AI的 鏡頭啦 或是說其他的模組 所以我覺得 先進光在未來是非常的有想像空間 是先進光也不錯 是 那我跟你講先進光是跟世新你選一檔 聽起來好像世新你比較喜歡 如果 因為 股價畢竟不一樣 對所以我覺得兩檔 硬要選一個 硬要選喔 硬要選 我覺得是世新 對我覺得是世新 因為第一個你喜歡IT設計 第二個 你就喜歡主播世新的 好 謝謝你 謝謝 告訴我們這些 狀況 所以 最新CHECK GPT for 來了 新的AI股再攻一波 有時候 調開老師還不錯 對啊 沒關係啦 他們以後也就慢慢的喜歡上你的 好不好 現在就不錯了 以後越來越喜歡 世新的 OK 好不好 這個世新跟現金關 大家有沒有記起來有記起來了 什麼 來解來解 你看我們都記起來了 來解來解 很辛苦想這些梗 然後創意這些股價 哎呦哇 這個 金 金融股的走勢啊 哪一個下一個是不是 SVB 都講清楚 所以要訂閱我們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週一到週五晚上8點上線 135是解盤影片 244是教學影片 做完字口號 二謝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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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嗚 舍舍救救我 救救我 你看這麼激動不要激動 我不是你uncle 我不是你舅舅啦 怎麼舅舅你啊 機頂機頂 欸不是你腦子在賣什麼 因為台股現在不行了 要靠千斤來頂啊 所以我核心也要千斤頂啊 千斤頂的話 你怎麼一想再頂千斤 再問你 殺最低 想要改掉這壞夢幣 好 所有的傻子們都沒有去 我忽然沒有撥 這要更好的生活 該如何才不自由誰能快點告訴我 次從 worse 頭伯器 都不是哎 那我朋友怎麼這樣 頭伯子 哦 看空吹,其實我都是瘋狂肆 這邊有個噩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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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來想去采人 穿這什麼褲子 完全打破 蜂瓢是福利社提前告訴你 你最最高 上最低 想要改了這壞毛病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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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影片 做孩子快樂 謝謝關玲 瘋狂股是福利社 讓你財富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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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生